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启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即将来临的两场补选 第一场补选就是这个季兰丹州的能基里补选 今天正式提名了 就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要说他是土团还是回教党 总之呢 他本来是回教党的人 然后呢 他提名前两天 他就 变成土团的 然后 他又上证这个选区 然后他最后又用回教党的旗帜 上证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土团还是回教党 但是他肯定是国盟的人 然后他一对一对蕾 来自巫统的人选 OK 好 这个能基里补选 我就不做什么评论了 因为基本上国盟是升稳的 毫无悬念的那种 他评论也是多余 OK 所以 还有另外一场补选呢 就是呢 这个 楼佛州 居鸾 县 县 的其中一个州选区 叫做 马国德 他的 这个 周医员 是来自巫统的 Sherifa 昨天不幸病逝 所以他这个区将会有这个补选 所以我今天我是集中讲一下这个 马国德这个区 马国德这个州选区呢 他是属于 居鸾的国会选区 居鸾的国会选区 这个国会议员是来自新同党的这个黄书奇 然后呢 他下面呢 有两个 州选区 一个是 华人比较多的 叫做 现在周医员是新同党的州中心 然后一个呢 是 华人比较少 买人比较多的 就叫 马国德 他的周医员 之前是这个 巫统的这个 Sherifa OK 在这里呢 我就跟大家 分析一下 这个 Lofo州 这个补选的选群 基本上这也是一场毫无悬念 的补选 因为到最后100% 101%是有这个 武统胜出 OK 原因是什么 老实说这个马国德州选区呢 他之前并不是说了100%会有这个 武统胜 他有输过了 在505之前呢 OK 他一直都是这个 国阵的 堡垒局 没有输过了 一直到了这个509了 才第一次输掉 但是也是输一点点 然后到了这个最近的Lofo州选 2022年的Lofo州选 这个武统又再一次的赢回去 OK 每一次你打开他的票来看 你会发现到 这个 西蒙 跟这个 巫统的票 都是 相当的 接近 但是 巫统应该会 剩一点点 只有509的时候 那时候反风太过强了 那时候呢 连马来人都反 OK 那时候 土团还在西蒙里面 那时候 Najib 这首相 那时候我们又有 Lotsma 又有1ndb 又有GST 所以那时候 反风很强的时候 连马国特这种 堡壘区都输掉 OK 所以呢 如果说 这个 巫统跟西蒙 是没有结盟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不能够说 这个趋势100% 由这个巫统 升 5050 有可能 有时候 这个 西蒙也可能升下来了 但是 现在 团结政府 成立了 西蒙跟 巫统 统一 阵线 就是 一个区 西蒙跟巫统 只有一方会 参与 然后另外一方 会完全的 支持跟助选 所以 你可以 这样来解读 就是 本来会投 西蒙的票 吧 绝大多数都会 投去 给巫统 但是 倒反过来 以前会投 巫统的票 未必会投给西蒙 因为巫统很多 原来的那些 马来支持者 是不愿意投给西蒙 OK 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 无论是这个选须 还是全国 都是一样 我再重复就是 原本投西蒙的人 可以说 近乎是100% 会转移过去 巫统这边 但是巫统原来的支持者 我看 不会超过一半 会转移过去西蒙那边 OK 但是也是够了 我都说这个 马国的选须 之前不是 西蒙圣 就是巫统圣 如果西蒙跟巫统 两边的票加起来的话 是肯定胜的 毫无悬念的 一定会是由巫统胜出的 现在是不知道巫统会派 哪一个候选人来 有丰盛说 会派个女的试验来 也有人说这个 走巫大臣 他要另外一个 以前是喜剧演员 来 做这个候选人 不知道是谁 但是 人选不重要 因为 罗佛这边都是 投党不投人的 基本上可以讲 巫统是胜文的 还有另外一个 因素就是 这个绿巢 来到楼佛这边 就是停了 楼佛这边是完全没有绿巢的 你看即使是 19 这个绿巢 很鼎盛的时候 整个楼佛 26个国会议席 这一个 国盟只拿掉两个 而且这两个 一个还是 慕尤丁自己本身 还有一个 Machine 是因为三角战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巫统跟这个 行动党 分跳很多票 才让这个国盟 羽翁得利 赢一点点 赢不得 所以 你可想而止 在 这个 楼佛 这个回教党 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我们楼佛人 我们是 然后其实 我们是最早 接触这个 现代化的 然后其实楼佛的 马来社会是很 抗拒 回教党 的那一种 保守 极端 他们很抗拒的 但是我不否认的是 最近 有 开始 松动的迹象 开始打开了一些缺口 让这个 国盟进来 我不否认 因为你可以看 整个 楼佛州 虽然国盟 全部是输到完 但是 每一个国州选区 他陆续开始 拿到票的了 但是他还不至于 可以动摇 楼佛州的政权 所以像 这个州选区 可以讲是 巫统跟西蒙的票加起来是一定胜的 就算巫统流失掉一些原来的马来票都好 都还是一定胜的 根本不可能会输 OK 总的来说 任何的补选在楼佛州内都会比较乐观 老实讲 OK 因为 这个绿巢在楼佛真的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但是在其他州就不一样了 像那个苏莱八角你可以看到 那个 利潮你没有办法挡了 再加上了 你华人票又抽你后腿的话 你就是死到完的了 在 在楼佛这边 我不能说 华人抽后腿的话 这个巫统就高 就一样会胜 我不能够这样说 但是 情况肯定没有这个 这个苏莱八角这么严重了 因为 因为 楼佛的马来人是还会投给巫统 多过投给 国盟 但是 我不否认 也越来越松动了 因为 我之前晚早跟大家说过 其实 现在的巫统就是以前的马华 再多一个神年这样 那个巫统会变成 现在的马华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他的马来盘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我看着他慢慢的流逝 OK 只不过 还可以再撑多一段时间 直到有更新的替代者出现 在其他的州属 这个巫统的替代者就直接是国盟 但是在 Lofo不一样 因为 Lofo的马来人 他处于一种很矛盾的状态 就是 巫统我们是准备要跑去了 但是 国盟 我们又不想要 我们是很现代化了 我们是很开明了 我们很拒绝这种 保守极端的 这样怎么办 我们只能够 骑牛爪马 骑着这个巫统 然后再等着 有没有更好的替代者 现在 Lofo的马来人就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一直以来我都说 这个时候如果Lofo 出现一个属于Lofo的州属政党的话 可以一次过把整个 Lofo巫统给撬起来 OK 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出现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做 连我们的 太子爷都已经开胜了 还是没有人要做 我不明白 OK 当然 不可能是有华人做的 一定是有买人做的 OK 好 到了最后的最后了 我先说 这个 等级里的补选是毫无悬念 一定是果莫胜的 然后这个 Lofo 马国特的州选也毫无悬念 是由这个 武统回胜 所以基本上 没有什么技术成分好讨论的 OK 好 今天我去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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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